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嗯欢迎这个我喜欢生活快和那样的游泳猪啊还有女儿 欢迎朋友们啊 夜夜猪 嗯嗯嗯嗯嗯嗯 让他吃晚饭么 我要吃了刚才吃了点饭 哦 好久不见啊 我觉得真是太久不见了 然后大概我想想 14天 15天有吗 差不多 16天啊 15天 也就是今天第16天 对不对 你们都是 掐指数着日子过的吗 黄子涛抠舞蹈超认真 和学员们一起挑战 难度动作 厉害厉害厉害 欢迎来 欢迎朋友们 欢迎朋友们 上次是30号 那今天是16号了 对对对 嗯 这阵没播的原因 是因为这阵 事有点多 然后 活有点多 就是都标杆 然后要不拍真秀 要不就是彩排 要不就是录制 都是这些东西 最近一直在 在忙碌 那个之前有个采访问我说 你你最想 2020年你最想要什么 我说最想要一年的工作 现在感觉好像 感觉是实现了 是吧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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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不用拍戏吗 这一阵戏都那个什么 都是那个 之前拍太多了 所以这阵都是在剧组的 我的假期 用假期的时间出来录节目 然后一直拍戏也做不了 一直拍戏的话 没有外面的活 也不太行 嗯 对 明天晚上那个 有那个江苏卫视的一个 一个那个 那个天猫的晚会 然后 对你们可以明天晚上看电视啊 没有办法 现在看电视 然后18号是 湖南卫视的那个 拼多多晚会 然后也是现场 现场直播 嗯 然后那个 那个江苏那个时间 录制完了 然后那个江苏那个时间 我的天天 都能在躲 世界一定 也没到 变得 我 你手中 在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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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的眼睛好大 没有 这手机播的美颜 你开的有点狠 呐 嗯 17号 对对对 17号 17号 完了 我们下次也好的好的 嗯 一会还忙 我不忙 今天就是因为没什么太忙 太忙的事 因为这两天连续 这么弄我也有点受不了 然后 一会没什么太多事 一会就过一些歌 然后 就没啥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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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像好久没有手机播了 我这感觉 嗯 嗯 有点 有点 来一杯 吗 黑头 先去的夜梦 而我的咖啡 都不用太多 後 maintenant 我 吃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 我觉得吧 有些东西 还是给我点 私人空间 因为我已经够 够那个什么了 啊 够那个 敬业了 然后每天都工作呀 然后都在东奔西跑 然后我希望我吃饭的时候 就安安静静让我吃个饭 然后就这么回事 你不要实时关注我生活 我在哪吃个饭 然后我到哪去干嘛了 要不真的是 我会崩溃的 我就吃个饭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些东西 反正我对你们没有太多要求 但是有一个度 我吃个饭就不要那个什么了 平时该干活干活 我都很小鸡肉 平时该干活干活 该干嘛干嘛 我都会都会好好的 但是我吃个饭 都要那个什么的话 我觉得就不知道 反正就觉得 觉得我真的没有生活了 已经 唯独就吃个饭 出去 溜达一下什么东西 也没有时间溜达 我唯一的溜达就是吃饭 吃饭都已经没有自由的话 就有点 就觉得好像每天活得特别累 就是导致我都不想出门吃饭了 我要去个饭店点点 然后我个屋里吃点得了 就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已经 已经是没有什么 日常的一些生活 比如说 那个看电影啊 逛街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 我唯一能出门的机会 就是去找点好吃的吃 那你就让我好好吃点饭吧 就是这么回事 有朋友说 谁让你 谁让你要当明星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要当明星 最开始也没想说当明星啊 就是希望能够更多机会去 发歌也好 或者能干我想干的事也好 反正我觉得就是 也没有说 当然也没有矫情啊 这不是能看我直播的 都是认识我的吗 或者都是我的粉丝吗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吧 你们要不愿意 我也没办法呀 那怎么办 我能报警吗 所以没关系 我只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连商量都不能商量了吗 是不是 双忍剑 其实没有什么双不双忍剑 这也不存在双忍剑 我就说我吃个饭 你就 就那个别跟着了 我就是就跟你们简单说 你要就一句说 不如宁哥我就要跟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说都不让说 那还 那就不行了 对不对 那不这里说 说都不让说 就是 吃个饭了 你要想跟 那你就跟吧 就这么回事 无所谓 也没有什么形成不形成的 就很正常 都是正常的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是因为 大家喜欢我才会这样做呀 所以我只是跟你们商量 我说别的东西可以呀 比如说我参加什么活动啊 或者是 录什么节目 你们陪着我 或者我都觉得很安心 很开心 但是我吃饭 就不用陪着了 你懂吗 就是 因为那是生活的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没事 你说不行 宁哥我就要陪着 那就陪着 那也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就 也无所谓 我来 您挺挺 对 李黑粉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 因为 因为我 很多朋友看到我都会跟我说 您哥 我已经 今天是我这个认识你两周年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觉得 就每次看到我说 哎 我都 我都 您哥 我都 我都那个什么 那个 认识你两周 两年了 我们都是两年的粉丝了 我就觉得我特别感动 啊 欢迎月宁啊 欢迎您甜蜜啊 FLC 然后 就说 就说 我感觉啊 我已经 我已经 混迹了两年多了吗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很 觉得我时间过得好快 就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六年老粉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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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感觉这两年好快啊 而且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两年你们都在啊 很多朋友都一直都没走 嗯 就是很好 当然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 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嘛 就是我跟那个 韩旋老师的一个合唱 然后呢 我看很多朋友去帮我说话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群人在 在讽刺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都正常 嗯 就是 我我那天突然听到一个姐姐 跟我说了句话啊 那天在那个 马上听一个姐姐跟我说了句话 她说 她说 如果你 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一个人 都没有 没有人去黑你 没有人去损你 那你得多么平凡 你知道吗 就我听完这句话 就哦 有道理 是不是 我得平凡成什么样子 连 连这些人连搭理都不搭理我 对不对 嗯 你所以愿意还说两句的话 我觉得 是我的一个福分 啊 感谢他们 是不是 没有这些人 我估计我也 我也没这么多活 啊 我也没这么多活 也没 没这个热度啊 就这么回事 也没有什么热度啊 就是 因为他 他有讨论嘛 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什么讨论 你就这么回事 是不是 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 那你得多么平凡 嗯 没所谓啊 对不对 欢迎修到鱼啊 摩登牌专属 欢迎朋友们 叫个鱼 叫个鱼 最近有健身吗 最近也没健身啊 嗯 没健身也没没锻炼什么呢 就是 我拿隔根粉喝了吗 我喝了喝了喝了 我看很多朋友在网上做那个隔根粉 然后我就看到了 然后也听好了 我不是说眼睛变大了 因为这是美颜功能 有一定的那个大眼睛的功能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再有一个就是 我离得比较近 因为你平时看我呢 你是看我全身 然后呢我个又高 然后你导致可能 很身高一比这个眼睛就很小 但你一张大脸在这 你就看了 你能看到的只有五官 所以眼睛鼻子嘴 你都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觉得眼睛好像没那么小 但是远看就小了 这么远就眼睛就小了 马上不一样 但离近了就大了 就是这样的 换一罐啊 我这已经半个月没播了啊 我真的是 我就觉得我都不太适应了 吃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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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吃饭了 没活的时候就会经常播 但是今天有活呢 就先干活嘛 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 反正我就上来跟你们落课 然后 就是 跟你们 哈啦哈啦 没感冒啊 为什么穿两件 这不要熬个造型吗 这不要熬个造型吗 你可以脱了呀 当然可以脱了 这不显得就是精神点吗 这样有一个 有一个仪式感 就是好像像录节目一样 得穿套服装来 那你们就觉得 好像没那么必要的话 那咱就脱掉啊 就一样啊 就是小T恤也是很家常的 家常菜 热肯定是热 这不为了熬造型吗 热 你想想我录节目都穿的西服去 你想想湖南 这个天气 我都穿西服去 为什么 不就为了熬造型吗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有一些冬天 很多人走那个红地毯什么 都不都穿满礼服 那为了什么 那就是熬造型吗 那是敬业 明白吗 那是为了 为了在银瓶上 给大家带来好 好的那个感官 也对他自己负责 所以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戴个帽子 你刚认识我吗 我一般戴帽 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是因为 戴帽子 是我冷 我动头 我有点动耳朵 好像戴帽子 是这个问题问的 为什么戴帽子 欢迎子哥 欢迎朋友们 感觉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打着你 给的招 招机灵有的 有的话没开呢 有很多朋友 就是也是最近 一直跟我录节目 说我去了好多期的 很好 很棒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 给我吐槽 说您哥 那个节目我去不了 然后 我说为啥 我有点这个 沈沈 没资格参加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 因为我 我的节目 不仅这一个 以后有别的节目 你就可以去了 对不对 没事 戏还有很多 戏大概还剩四分之一吧 四分之一 嗯 昨天大合照 在手机里呢 在手机里面发呢 我看今天 我看今天超话机分是挺高的 然后我就没法 嗯 辛苦了 辛苦各位 然后 我看总 因为我 我有几个群嘛 然后这几个群 总是在发一些 你们的任务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 而且真正为我做数据的人 真的很辛苦 嗯 真的 你可以感谢 在这一个感谢 为我做数据的人啊 那没做的呢 我就不感谢你了 嗯 辛苦了 辛苦了 嗯 嗯 嗯 而且这26啊 26 26群嘛 嗯 老大也太累了 坚持加油 我没多累啊 也没多累 因为 因为还行 嗯 欢迎悠扬 就还行 没多累啊 就是因为 现在已经习惯了 因为总是 这样的话 我就习惯了 嗯 习惯了 这个 这个 工作量啊 嗯 我蹲在凳子上 可能更舒服一点 蹲着 嗯 什么时候能来西安 就是 我觉得会有的吧 你说一旦参加了什么节目 说那种 游遍中国的那种节目 好像 就有可能去吧 不一定啊 以前 以前 就像我很多节目 谁能想到我能 我能到成都录节目 然后 那天不就去成都了吗 那谁能想到我能去内蒙古录节目 那内蒙古不也去了吗 所以也不一定 就是我 只要是在这混 我估计 这些城市都能走 都能去的 那天去成都了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在成都演唱会的时候 真的一天都没逛 因为时间真的特别满 然后呢 就在成都啥也没逛 什么也没干 然后 然后我就那个 我就那天去成都录那个 先除真人秀部分嘛 我就 我就去逛了一下 谁 成都 去成都逛了一下 去了那个宽窄巷子 去溜党一趟 去了一下那个宽窄巷子 溜党一趟 我还买了个东西 我给你们看 我在那个宽窄巷子买了一个宝贝 买了一个宝贝 买了一个这个 看不看呢 带货主播架的吧 带货的架是这样 关完了 买了一个这个银子 然后 就是一个银 银元宝 然后大概有20克左右吧 没有20克 我不知道多少克 我忘了 应该不是没有20克 应该是60多克 还是 应该是60多克 还是70克 70多克 银定了 对就是给银定了 就像那个拍戏 不是像古代理说 那个客观 这个这个麻烦结账啊 多钱啊 五两银子啊 给个这个 就是给五两银子 这种的 这挺好玩的 但是 但是我买完之后呢 我觉得买贵了啊 银 银子的 不是金子的啊 是银 就是纯银那种的 我觉得是买贵了 因为我 我买完之后 我就到那个 宽展巷子里边 那个 那个 有一家饭店 我去吃饭 我就问那个 问那个 里边那个经理 我说我刚才买了个这个 我说这个 是不是买贵了 他说 不会啊 我们这里都是 都是那个纯银的 我说 我说 是不是比外边贵 他说 那这里卖东西 肯定比外边贵一些 我感觉被 被坑了 因为银子 好像是10块钱一克 我记得是10块钱一克 但是他卖给我16 还是19 嗯 不知道 管他呢 多钱啊 这个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1600吧 忘了 反正就觉得买贵了 买贵了是吗 10心的 不是空心的 10心的 就是还挺重的呢 就觉得很好玩啊 我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 没事 揣在兜里 好像就这个 叫做 嗯 压岁钱 那种感觉 啊 给压岁钱 就是这样啊 就是有 有压 身上有一个 这个金属的东西 就觉得很 很压得住 那种感觉 嗯 就是有钱银那感觉 啊 喜欢就不贵 挺 还行 当时看的挺喜欢的 后来就觉得就也就一般啊 因为底下写的 底下是写的招财劲宝啊 然后他们看完说 这好像是银银面的那个 银银啊 那个那个字 然后就是 嗯 哎呦米啊 箭不够凝 箭够还行 被坑了 哎 不是 那在坑不坑 反正就是 我觉得是被坑了 但是没关系啊 啊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想 你想想 比如说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如果200块钱的话 你说它的面料值200吗 它的料可能也就10块8块的 但是你 那你不太得买吗 对吧 你还在买这200块钱衣服吗 嗯 老大去贝尔了吗 我还 去贝尔 贝尔是弹钢琴的吧 哦 贝尔 弹贝尔 弹那个 贝尔 我大姐啊 去贝尔还行啊 贝尔没去啊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大摇 因为那个时候 没想到 我 我以为是那种 就是 不知道 我以为 我想 和我想象的画面不一样 就是 那个财尔 路边财尔 我以为会有一个 稍微私密一点的地方 或者是 比如说有一道墙 我在墙后面 他在那个野外给我扣 但是他那个财尔的 就是 就是你坐在那个 坐在那 然后呢 脸冲着这个路 然后 你身边的人 就从你旁边走过 然后你在那躺着 给你扣耳朵 我觉得那个就特别 特别的那个 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 游街适中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啊 我以为 就是好像搭个小凉棚啊 然后 就是走路的人会离我很远 他有个摊位那种的 但他不 那个宽窄巷子就很窄 大概也就是 长短也就是五米 差不多 三五米吧 你想象 我就是坐在那 然后一个 一个人给我扣耳朵 然后我脸前 就一直在走人 走人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那个画面 是我接受不了的 有朋友说有高档的 高档我就不去了 因为就是体验的 就是那个街边 那个蔡尔的嘛 就感觉躺在街上 然后一群人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然后走过路过 还得看你一眼 这人干嘛呢 在蔡尔啊 走了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自己也就 没拉着这个面呢 别害臊啊 这跟害不害臊 没关系 这是要不要脸 不是不是也不是说他们那个 就是我觉得 我感觉太丢人了 能一旦被人认出来 这是好像是摩登兄弟 是不是那个唱歌的 不能干这个事吧 他就不能这么没溜 会有这种感觉 盖上脸 也没有 就没拉下这个脸 就是算了吧 有机会再去体验吧 戴口罩 是戴口罩 画面太模糊了 模糊吗 你不能把这个当4K的去看 就是正常 他也是1080的 有时候网络不好 他会稍微不清楚一点 你要画面软模糊的话 应该是你网络的问题 你可以切换那个高清模式 有高清模式 你可以切换一下 当然他跟你看电影 是比不了的 我认识 你只能说 这是个人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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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天那天在机场呢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 说那个老大我终于毕业了 但是我听完非常开心啊 就是他学生粉嘛 他刚好毕业了 他说我终于毕业了 我说太好了 我的粉丝从学生粉熬出来了 我说那你好好挣钱 好好找工作 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 加油加油啊 蹲在凳子上啊 蹲在凳子上 然后没有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事啊 有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之前我很少去说的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往后要说了 往后要说了 就是我就是无论我参加什么节目啊 无论啊什么节目 我我我就只有一个要求啊 你们你们看也好 不看也好啊 就都是当然你们都会看的 我知道 就我我上了什么节目 你们都会定时看 或者定期的去看 而且都很期待 但有一有一点什么呢 一定要记住啊 千万不要去撕任何节目组 就哪怕我以后上的所有的节目 不要去骂节目组 能听懂吗 嗯 就无论无论怎么样 你们都不要去骂节目组 明白吗 你不要去不要去埋怨什么 不要去抱怨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不要去埋怨 也不要抱怨 然后 一定记住了 不要不要任何 不要去骂任何的节目组 我觉得所有的节目能让我去 或者能给你宁哥机会 能给你老大机会 就是我觉得 就是就是已经在服侍我了 就是已经在帮我了 都是我的贵人 明白吗 所以我 我去参加什么节目的话 你们不要去骂 因为骂你 骂完也没有什么用 你也得不到什么 你也不能给我争取来什么 反而会觉得他要考虑 下次我用不用他了 你明白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因为我一用 好像一用谁谁谁 他的粉丝就过来骂 那我的节目做不做了 所以你骂这些东西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也帮我争取不来什么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 幼稚的一个想法 他所有的电视台也好 就是哪怕 那个智能卫视 江苏卫视 湖南卫视这些的 他不会因为 因为粉丝去改变他们 你明白吗 你改变不了他们 你改变不了任何人 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也是怎么想的 我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 我能改变的就是 我自己 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话 你别说改变别人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 你们也是 你不要去撕节目组 节目组 我只说这一次了 希望不要再 不要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以前觉得 没必要去说这些东西 但是发现 有这样的反应 无论怎么样 你喜欢 如果你觉得 当然你们的出发点 一定是为了我好 这是我一定知道的 对吧 你们一定是为了我好 为了我打包不平 或者是你觉得我受了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的 我说了 我上面每一个节目 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对我自己负责的 我有我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可能你现在暂时了解不了 你后面就了解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相信我就好 我觉得你就是 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我为什么选择 我为什么做一些选择 就是因为我 我没有盲目的选择任何东西 包括所有的 所有的代言合作呀 或者节目录制呀 或者上的戏呀 就是我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我不是说我 我都蒙在这去了 明白吗 所以你们也相信我 你们也不要去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都是感谢 如果有有有 比如说我上了什么节目 比如说我天猫 上了天猫的这个晚会 那他他发了一些东西 你们去帮我感谢天猫 感谢节目组 那这样他们都会很开心的 他们觉得 刘雨宁这个艺人的粉丝 就是很棒 他以下一次愿意用你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在帮我争取一些东西 而不是去 去抱怨埋怨他们 没有任何意义 你做完这些东西 你说你爽了吧 你也没爽 你说你能改变什么 你也改变不了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 让我 为什么像江苏卫视 就是或者是湖南卫视 这些正央卫视什么的 就是我和 包括东方卫视 我合作过的 他们都会来找我们 就是因为 我不能说我有多优秀 但起码我在 录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包括我的团队 包括我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不事 都不会矫情 我们从来不矫情 也不去和任何人争 和任何人抢 所以我要做的 我一直在跟他们说 我说 我出来不是挣钱的 我出来参加节目 不是挣钱的 我是出来做口碑的 就是希望 给大家都留个好印象 以后有什么好节目 他一定会找到你 他觉得这个艺人 合作下来很舒服 他不会有不爽的地方 但就会有很多艺人 很难搞 所以他就不会再用它了 你会发现 很多节目 他有的时候 有些艺人 为什么不用了 就是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希望 我再努力的去做一些 其实有的时候 受了一些小小的 可能是有一点 所谓的委屈 但我觉得都无所谓 因为吃亏就是福 真的 你记住这句话 吃亏是福 你可能觉得 当时你吃个亏 但是人家也看到 你吃亏了 他其实心里 会对你有一点愧疚 但是你要 你要在这个时候 你跟他继续理论 那其实他的愧疚就没了 他的愧疚就变成解释了 或者是觉得最后 闹得不肯开交之后 他对你就是反感了 明白吗 如果在一个件事上 我受了委屈 他可能心里会觉得 这次好像觉得 对刘云宁不太 那个什么 他们也没说什么 这个团队也可以的 没那么事 然后可能 他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找回来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你走得远 你走得远 跟你的心态很重要 是这样的 吃亏是福气 哪怕他不找我 他出门 也不会说我们一个不子 而且这个圈子这么小 就是圈子特别特别小 你记住了 这个圈子里 就有一些所有做节目的 包括很多晚会的 包括很多节目组 他做这个节目 他也做那个节目 他哪怕不做那个节目 他和那个节目也认识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出门也不事 我们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 我也不关心别人在干嘛 这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上一些活动啊 或者一些节目的海报 就你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 现在这个手机屏幕 一张海报 里面呢有五个人 这个手机屏幕 现在有我一个 然后这有个人 这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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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五个人 那其实每一次像这种海报呢 都会有公司找我们确认 说这个比如说主办方 比如说这个新浪 微博做了一个活动 然后放了五个艺人的照片 然后呢 比如说我说 那你那个流言人团队给提供 提供一张照片吧 我就给他一张照片 给完之后呢 我就给我放在 比如说放在这个右上角 我就觉得OK啊 可以啊 无所谓 无所谓就放在这 那就放在这呗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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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两人 然后这个 这个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一张图 他一定有个CV嘛 他比如说放在 给我放在这 我从来不会说一个说 哎 这个位置不太好 我可能会说 我是不是比其他艺人 这个 这个小一点 你能不能稍微调大一点点 啊 他说OK OK的 我就调大了 但是他 但是有 有的时候 我真的会遇到什么呢 就是他会把这个图 图片 反复三四次 发给我们确认 就是哎 这张图可不可以 我们一直在这 比如说我一直在这 在这个右上角 啊 然后呢 到我就会发现 中间这个人和右面这个人 他俩位置颠倒了 嗯 这次是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人在这 但是下一张发给我图 的时候 他就变中间了 然后呢 我还在这 我无所谓 因为我不动 发给我们确认 我说OK的 可以的 刚才已经确认过了 又过了一会儿 这个人又上中间了 然后这个人在这 这个人又坏位置了 然后他又发给我们确认 这个图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啊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 这件事 这因为我都无所谓 我觉得这张图 并不能代表什么 明白吗 就这张图并不能代表什么 你哪怕你在这 或者你在这 在这 我觉得都无所谓 只要这张图里有你 我就有我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个心态 但是我 我觉得总结了一件事啊 因为 很多人一定会争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定是对的 包括说争这个CV啊 争什么 什么这个那个 争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一句话 这么说的 就是 就当你去争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在别人心里 你是不配的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 你就到了这个位置 他自然就会给你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当你在争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说明你在别人心里 你是不配在这个位置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无所谓 我放在哪儿就行 我 如果我有一天就是 可能是 比现在好一些了 你给我放在这个位置 你自然放的 我觉得是完全 我很感激你 你看得起我 但你就 但我永远不会争这个地方 我也不会争 我也不会争所有 你想放哪放哪 我觉得这代表不了什么 就这种感觉 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 我在这个圈子里混的话 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就记住这话 当你争这件事的时候 就说明你不配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争 无所谓 放哪儿都行 你给我放最脚上都可以 但只要有我就行 你告诉我的粉丝 我去这个活 就OK 就这样 所以你们也不要去帮我 争什么东西 不用去争 当你去争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说明 就是 你到 等你到这个位置 就比如 你去细想一下 你去细想一下 就所有 等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别人自然就给你了 明白吗 别人自然就给你了 当你到这个位置 就自然就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 有些东西没必要争 没必要争 就是 当你 你想想 当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一定会 大量的给你 因为他要靠你 来要一些东西 对吧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所以 我就不会去争这些 没用的 我觉得 这些在我眼里都是虚的 他一张图 他能代表什么 他能代表你真的那么优秀吗 或者你真的比其他人棒吗 我觉得不能 所以你们也是 你们也是 就是不要去 不要去帮我 争这些东西 就是在这个 这个东西方面去争 比如说 那个打网什么的 或者你们去投投票 这个是正常的 那是我们 就是因为他也是 看了一个大众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那件事 不是为了和任何人争 没办法 就是很多人打网 很多人帮我去打网 帮我去抢这个 那个什么第一名 那个第二名的什么的 其实这个不是在争 我要争的 并不是 其实我要做的那个是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那个 就说明有人在 就是他 因为现在所有人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脑袋里很多 很多艺人 可能是他没有什么工作 不是因为他没工作 是因为你没关注他 等你 比如说随便说一个人 说这个刘玉宁 很多人觉得 刘玉宁是不是 就是拉了 好久没有他消息了 他学生没有活干了 但殊不知 我每天都是忙到不行 每天都有活 他为什么会觉得 我没有活 因为他没有关注我 对吧 他没有关注我的微博 也没有 也没有关注我 每天在干嘛 但你们是我的粉丝 你一定知道 我每天都在干嘛 所以大众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如果想用你的时候 他要参考一些东西 比如说参考什么音乐榜 比如说下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音乐榜 他就邀请你 他邀请你 他有个前提 我邀请他的意义是什么 那一看 他在打这个榜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他是有一定粉丝的 而且他 大家很喜欢他 就会用他 所以他是两个概念 所以你们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榜什么打的 我觉得都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 真的其实 你说 说我有多棒 那不可能的 没人去了解你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我们眼里就是CV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所以没事 你们千万 这个我就说到这了 这个点我就 这个 做节目什么的 包括其他的东西 争 或者是帮我去打包不平 这个也没有必要 你们也 你们也这个 在这方面执行一点 我觉得没有 这些都没必要的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争到了也非常难看 就这样 你也争不到 找机灵什么 我 我点一下吧 这屏幕是坏了吗 怎么为什么 什么点 屏幕没有反应 开启了吧 好了吧 你们坐吧 嗯 喝什么 苏打水 喝个苏打水 喝个苏打水 刘老师可以继续上课 我也没什么课可上 因为我 其实我也是个傻子 我也是没 没多精的一个人 但是 我跟你们说的 其实 上课谈不上 我就是跟你们分享 我就是 就是分享我心里想的东西 我肯定也没有 因为我肯定学历呀 我可能学历 没有在场很多人高 因为我学厨师的 你也知道 然后我做服务员 又做了四年 四五年 就是餐饮服务员 做了大概三四年吧 然后那个 卖衣服卖了一两年 就是 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知识 或者是见识 都未必有你们多 很多朋友都知道 什么是凉虾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你们很多人 是比我优秀 比我要优秀的多的多 我不可能跟你们上课 我只是跟你们分享 如果你听了 觉得有意思 你就听一听 然后你觉得 你觉得 其中有什么地方 他是说的不对的 那你就 你取了 把不对的点 删掉之后 你要告诉自己 不要那样做 就好了 我看我上那个节目 好像很多食材不认识 这很正常 很正常 就是因为我在台上 我说这个 说了好多菜 其实其他老师 他也没听过 并不是因为你是厨师 你就知道所有的 所有的菜 菜 明白吗 就是好像 就好像你 你上了英语课 你不一定能知道 比如说你是英语老师 你未必知道 所有单词怎么写 就这么写的 那难道 我问老师一个单词 我说老师 这个 那个罗汉果 用英文怎么说 他答不上来 我就说那你还是老师 不能那样 其实那个时候很 是这样的吧 就无论你是干什么的 你哪怕是一个专业 做这个东西的 你未必所有的东西都懂 对不对 刘老师每次分享都会收获很多 收获啥呀 我觉得其实 因为有的时候 那次去那个 那天去那个 去那个 江苏啊 然后完事 完事结束 跟那个跟好哥吃了个饭 然后好哥也给我讲了好多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就是个小傻子 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多跟他们这样的人 多吃吃饭 捞了磕什么的 就是你会知道 很多东西 你的不足在哪 你要注意的点在哪 哥哥的普通话越来越标准了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其实不是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的切换 因为我可能 可能手机直播的时候 我可能不太习惯 少了那个拿着麦克风 跟你们 那个那个 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 皮皮的跟你们唠嗑 那个感觉 可能就 可能就 有一点区别 他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我的普通话好了 是我可以切换状态 就是我演戏的时候 我不可能说假象话了 不太适应 不适应 你慢慢适应 很多东西是你适应不了的 但 你不要觉得自己不适应 就适应不了了 也得适应 我也有很多东西 我也适应不了 但没办法 也不是没办法 我觉得也不存在 有些东西 没必要较真 今天不怼了 因为太久没见了 没必要怼 是不是 比如说 我明天再播 我肯定全程怼 怼得你迷糊了都怼 太久没见了 就是多少 还是得留点颜面的 明天播吗 我播不了 没那么多时间 明天我在夜里 估计的连排 明天要连排 然后 后天现场直播 所以 所以很多 窗边的小凝豆 十二珠子 走的 辛苦了 我也不辛苦 有什么辛苦的 我没你们辛苦 没有什么辛苦的 没你们辛苦 辛苦是应该的 我挣这个钱了 那怎么做 是吧 我 起码我这个 挣这个钱了 辛苦是应该的 是吧 我付出也是应该的 就没觉得 这是什么辛苦 你可以不辛苦 回家躺的 但是 是不是 我都愿望 就一整年的工作 有活干就行 我瘦了 说我瘦了 我瘦确实瘦了 我那天一称 已经136斤了 然后 不知道 136斤又瘦了两斤 然后瘦完之后呢 那我 因为有的时候 我 我可能现在瘦完之后 就飘了 然后我晚上睡觉前 也吃好多 就吃好吃的东西 最近上了这个美食节目之后 对好吃的 非常感兴趣 就是想 就想吃东西 然后吃了好多 好吃的东西 吃完之后 虽然不胖啊 但是脸会肿 因为吃咸的 或者吃辣 吃刺激的 第二天脸特别肿 然后呢 就上了节目 上了节目 就太肿了 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觉得 突然感觉 我有必要做做 什么蜘蛛蜘 什么玩的 脸弄一弄啊 是不是 我是银元超级库啊 超级库 就我先留着 等什么时候搞活动 我就抽奖送给你们 我觉得留着也没 现在我先拿着玩 那以后有什么大型抽奖活动 把这个当作奖品送给你们 有朋友说 哎呀我那个什么 我那个中奖学员题啊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就像你在这儿 你总有一天 就像那天我在那个横店 在横店我们录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录那个什么 那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 就是在户外 我们吃饭那个吗 对吧 在那个横店 然后现场有好多 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说宁哥 说老大 当然他年龄比我稍微大一点 可能啊 那个姐姐 他说老大 我那个什么 我跟你讲 谢谢你带给我的幸运 我说怎么了 他说 我长这么大 没中过奖 但是我这次中了 我就中奖了 我被选中了 我来那个什么 来跟你 来跟你吃饭 那个来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 我这辈子没中过奖 我真的是 我太开心了 我超级开心 谢谢你把这个幸运带给我 其实我跟你讲 你认识了我之后呢 你并不是 你不 你相信我 你永远不会是中奖绝缘体 你一定是 我把我的幸运带给你 真的 你会 你相信 相信我 你不会是中奖绝缘体的 因为不是不到 时候被爆 不是不 不是不爆 也不是不爆 不是不中 时候被到 一定到了一个 你非常开心的那个结果眼上给你 相信我 不是 不是不到 不是 而不是 不是不爆 好像有什么报应似的 不是不到 你想中五百万 是啊 有很多朋友说 您哥我想中五百万 你能不能把这个幸运带给我 首先你得告诉我 你天天去买彩票 你连彩票都不买 你跟我说什么东西 就有些人就躺在家里说 我什么时候能挣个五百万 你彩票都不买 你怎么能中 我想问你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天天给他躺 我什么时候能做个大想 我什么时候能像摩登兄弟刘雨宁一样 一夜之间就是好像成为了 能赚钱了 是 你不付出 你给他躺 你彩票也不买 问题 你首先你得买张彩票 你才有机会中 所以你也是 你说 您哥我什么时候能走五百万 你买彩票吗 你 你彩票都不买 你问我什么时候能中 我帮你买 我买了没中 就告诉你 不是不 不是不中 时候未到 解的买 一天买两块钱 终有一天能中 你中不了 你让你孩子去 你一传倍 咱们买彩票 中五百万 这件事也是讲究一个 于公于山 足足辈辈 咱们买下去 毕竟 那个 两 一天两块钱 然后也是一个公益 你就想做五百万 是吗 嗯 但是很多东西 其实你努力 比中彩票快 嗯 换着艾宁的法 什么 去没得 嗯 嗯 你今天考科目三 考呗 你告诉我干嘛呢 我帮你去开啊 我帮你去答题嘛 啊 好好考吧 啊 加油 赶紧背题去吧 啊 告诉我干嘛 开始怼了 知道吗 开始怼了 好像聊一会就不好好聊天了 啊 我 我想跟他分享一下我 那个当时考驾照的时候啊 考驾照 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车嘛 但是没有 连驾照都没有 然后呢 我就考驾照 考驾照 然后我 我是用最快的时间 就是每 因为他驾驾校嘛 他会有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的那种的 比如说 这个月可能12号考试和24号考试 我就是离最近那个 就是一定每一每一档都是离最近那个 比如说六天一考 六天一考 都是最近那个 所以你要考什么科目一和科目 其实科目二相对来说难一点的 然后科目一和科目三这种答题是最简单的 嗯 这种是很简单的 然后 科目四好像也难一点啊 科目四稍微难一点 对 反正当时就是科目三是路考嘛 哦 啊 科目四答题 那就科目三是路考 对对对 那科目三可能难一点 对 我说 说反了 我说反了 嗯 四是答题 对对对对 所以一和四是很简单 答题那个其实就是下一个那种 驾照答题那个APP 你就在里边天天答啊 你就没事就答 没事就答 我那个时候我就用了一天吧 我其实那个书书也没法就是因为他会有那个去上课嘛 上课讲完之后 其实我后期回去也没有说背书或者背每一道书 然后呢 他基本的常识 你有你有基本的常识 然后用那个答题软件你先上去答 然后每次他就如果你答错了他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嘛 所以你多答几次 对那些那些什么交通法完全都都记下来了 都能背下来了 嗯 对他有个考驾照的一个一个APP那个是很方便的 就是你可以到上面答题去练习你自己模拟 然后我基本在那边答那个时候在 APP上答都能打好 就是就一般都错一道那种的 然后到时候一去考试就完全没有问题 你到时候都不慌 嗯 然后科目二也是很顺利的就过了 嗯 科目二很顺利的过了 然后那个科目三当时不是要求是多少几百公里 我忘了啊 开几百公里吗 然后开完之后有一个路口 嗯 然后也很都很顺利 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都是白天去那个什么 我开我我都是找那个教练 那个大哥我俩大半夜开啊 晚上开600公里对对600公里 开600公里开开满之后 然后可以那个路口 反正那个都挺很顺利 我就我都是一次过特别厉害 嗯 科目二相对来说难一点 因为因为我在考驾招之前 我可以我我经常玩那个赛车游戏 你知道吧 玩那个去游戏厅玩那个开车那个游戏 其实它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其实男孩考驾招为什么强呢 因为就是比很多女孩要厉害一点 原因是因为她爱玩游戏 她可能以前玩过赛车游戏 她对那个方向什么 她有感觉 她有认知 就是会这样的 嗯 所以考考考那个驾招的朋友 下游啊 下游你可以 多练啊 一定要多练 反正我第一天开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虽然有下照 第一天开车的时候也是慌的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第一天开车 那天买完车之后 然后当时还在酒吧上班呢 然后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 我都特别慌 那天那天特别特别 我记得特别深刻的是 那天还下雨 那天我第一次就是自己上路开车 那个时候刚考完驾招吧 上路开车 那个时候天还下雨 地上的那个线都看不太清楚 我就特别仔细 慢慢的慢慢开慢慢开 嗯 客门二好难是吧 对客门二稍微相对来说难一点吧 嗯 玩小真姑娘啊 玩弄都行 你们好好去复习 好好被提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你不会倒车 其实网上有很多教你怎么去什么 侧方位停车呀 然后倒车入库 这些都有很多教程 只要你仔细去看一看 然后告诉你什么 当那个什么左后视镜 看到什么后面那个轮胎压线了 你这个时候打方向牌 什么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些教的很好 我有很多都是在那个那个小视频 那个抖音上学的 就是怎么样 那个一把进库那些东西 那个都很棒的 你可以去学一学 倒车入库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个A柱 然后你这个对着那个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方向盘打死 还是什么样的 那个 它有胶的 你可以去看看 都可以学习 凭感觉也是可以的 对 对很多的那个网站上都有 就是教你怎么倒车入库 你认真的看 认真的记清楚了 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嗯 科末三考了十次才 十次才过 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少开车吧 也不能就不开 你少开吧 好不好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尽量也得开车 你现在这么低低打车 还有这些打车软件 都这么方便 你也尽量少开吧 为了你自己 为了他人的健康 安全 好不好 就有的时候 没有必要一定要开车 为什么要开车 你看正常 其实我跟你讲 开车的人呢 是受 是受罪的命 我觉得 就你看那些老板 当他们就是特别棒的 特别 特别厉害 特别成功的时候 哪有老板自己开车 都是有司机的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 你坐车也是一个很好的 你也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其他的人的家人 为了你自己 尽量能不开就不开 没有那个必要 一定要自己开 嗯 接送娃娃要开车呀 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就是 就是当然 有些朋友是 他是那个 我刚才是只是特指 那个科目三考了 十四 十四那个朋友 啊 我只是跟他说 就是尽量能不开就不开 也没有那个必要强迫自己 就是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那个 书山有路 秦为敬 啊 苦 苦海乌鸦 雪海乌鸦 好像搭不进去啊 算了啊 书山有路 秦为敬 雪海乌鸦 苦作舟啊 科目三十四 才 才考过啊 尽量在家不开车啊 就是 就是这样啊 我知道下一句怎么说 我只是想要给他就是 给他捋顺了啊 嗯 科目三十四 才考过 尽量在家不开车啊 就是 就有一个 有一个 奇言绝句的感觉 所以没有必要 一说一定要考个驾照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除非你特别喜欢开车 或者是你有那个需求啊 你去 你去学个驾照 其实其他的也没有必要 很多人 我有好多朋友 就学完驾照 他也不开车 那个驾照都已经十年了 十年驾照 就从来没开过车 也没有啥用 嗯 看 开车这个技能 你还不如有那个钱 去学个游泳 学个游泳 或者是学一个 呃 就是能够生存的技能 我觉得 比如说人 我觉得人很 很神奇啊 你会发现 人真的很神奇 因为我 我总喜欢研究这个 人类 不知道啊 我可能有点 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我觉得人类很神奇 就是人可以拥有好多技能 其实 就是你需要去学习 比如说有些人会英语 他为什么会英语 因为他学习的 所以人是需要学习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比如说有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掉水里了 他不会游泳 他就会死掉 那有些人 他学了游泳 他掉水里 就可能就会生还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人的一生当中 你需要去学习好多技能 比如像游泳 就是我觉得是必学的一个技能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他是生存技能 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比如说你 你在生活 那个活着的当中 比如说跳伞 你也要学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学跳伞 看这种东西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生存技能 对不对 你会游泳吗 我不会啊 怕水啊 你到游泳池里游 你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吧 你到游泳池里去学个游泳 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很健康的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氧运动 对 散打 散打也是一个技能 有些朋友喜欢 什么散打 跆拳道 或者是 这个 太极拳 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它都是一个技能 你去学习 骑马 对 骑马也是一个人的技能 就是滑雪 骑马 这种的 游泳 然后骑自行车 其实也是你的一个技能 你没觉得吗 就是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拥有很多技能 骑自行车也是其中之一 自行车 有很多 因为以前我学自行车的时候真的特别傻 那个时候我我们家里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自行车 我练骑自行车的那个自行车是没有闸的 你知道什么叫闸吗 就是刹车 然后怎么刹车呢 我又说 因为 因为其实自行车这个东西特别神奇 你会发现越骑慢越不稳 越骑快越稳 你想象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自行车 比如说你慢骑其实是最难的 慢骑就是你自行车 你在慢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最难 但你骑下来之后就不难了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刚骑自行车的时候 就要骑特别快才能很稳 但是呢 刹车不好使 怎么办呢 撞墙 我强要撞 有朋友说用脚刹 那个时候我的腿也没那么长 脚刹刹不住 我去小时候 我记得我特别清楚的时候 我刚第二天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 掉沟里了 我回家的路上有一道沟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正常马路 然后旁边是水沟 那个水沟大概多宽呢 大概有一米 一米二左右那么宽的一条水沟 然后呢 那个时候是冬天 那就是水沟那里边 其实都有水的嘛 但是冬天都是那种臭水沟 然后呢 我就马上回家骑自行车 骑我也不会骑 也没有刹车啊 然后那边来个车 我就躲车 结果就控制不了这个方向盘了 我也管那个自行车 那个叫侧把子 控制不住了 直接就翻沟里去了 那个沟吧 那沟吧 我跟你讲 朋友们 那就是一个臭水沟 啊 就是臭水沟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里边有你 有那个东西 你懂不懂 就是那种 下水道里该有的东西 都冻上了 啊 幸亏是冻上了 然后我就摔那个沟里去了 然后我就一爬起来 一看眼前是一 一个那个 就你想象的那个东西 但冻上了 哦 还好 动画了 然后那时候特别小 那时候真的是上小学的时候 然后 嗯 嗯 是不是 所以那个 嗯 骑停车也是个技能 对不对 像朋友们 我还有个技能什么 就开直播也是个技能 啊 对 在这叭叭叭 你啥也不干 跟你一聊 聊两个小时 这也是一个技能 这不是 你别瞧不起这个 这不是谁可能干的 对不对 谁都能干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你可能在娱乐圈混了几十年 你未必能干什么 这个 这也是个技能 对不对 嗯 体力活脑力活 体力脑力活 嗯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打帮也是一种技能 那当然了 你会别人不会的东西 那就叫做技能 你明白吗 就是你会的一样东西 不是所有人都会 那就叫做技能 如果你这件东西 你做的 特别特别好 你会的这样东西 你做的特别好 这叫专业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称之为 专业打绑的 为了你学会了好多技能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可以去学学游泳啊 什么的 学学滑雪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特别 一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滑雪 我就就会去滑雪 然后还挺喜欢的 啊 但游泳呢 我是 我是真的花钱 学过一次游泳 那个当时是花了多钱呢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节课学游泳 嗯 他教的什么呢 教的我就是 你在那个水里的时候 你怎么样 就是进水之后 你需要把这个腿 蜷缩起来 蜷缩成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 然后往上 往上挺 就可以出水面 但是油还没开始游 啊 他只教了我这个 前面拔的游泳池边 飘在他边 啊 会了吗 嗯 嗯 不会 但是我 我还好 啊 还好听 我觉得游泳很好玩 嗯 你花了七百也没学会 可能是那个老师不太 不太好吧 嗯 对 视频学会的 明天反正去骑马嘛 我也不会骑马 然后就在网上找视频 我觉得现在网络是一个 非常棒的东西 在网上找视频 然后呢 就是骑马教学 我在网上看 看完之后到现场去骑 都是这样的 游泳也是 我也在网上藏 现在学好多东西 其实 你可以在网上学好多东西 等我拿个水去啊 你这条车呢 你怎么试着呢 不喜欢 men试着啊 你怎么试着呢 你怎么试着呢 我还有一点 你怎么试着呢 当然 我对 Store 你怎么试着呢 还是 你怎么试着呢 都好像回来 嗯 你的直播预感超级准 厉害厉害厉害 先除还有几期 我先除应该还有三期还是两期没录过 我忘了 还有两期应该就完事了 我觉得先除这节目 我特别去的时候也特别开心 我觉得在这节目当中 认识了好多人 包括选手啊 我也都认识了很多人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一起录节目这些老师 都很好 吃也开心 其实吃的吧 也没也没多开心 因为他每次吃的都很少 每次都很少 就那么一口 然后呢 而且吃一吃一顿 吃一口呢 得等一个小时那种感觉 然后 有的还做的没那么好吃 所以就 其实没有 没有觉得吃的很开心啊 就是觉得那个 还挺好玩的 而且 他让我就是 回了恒店 我还给大飞他们一块做饭呢 吃不够啊 也分好吃的不好吃的 好吃的我就有点吃不够 不感劲啊 是这个道理 好吃的 我下一个 际上来 放在去 吃不够 吃不够 好 不是 我下一个 哦 看点鱼了 能看到鱼吗 是不是厉害就厉害的 这个直播也是个技能 一巴巴巴一个多小时 是不是 您多少喝点美食对胃不好 我其实对咖啡 现在是一个 我说白了我没那么喜欢喝 我对它只是一个依赖 而已就是一个心理依赖 因为我觉得喝完之后会消肿 而且呢喝咖啡 带给我最多的感受是什么呢 叫不健康的啊 喝咖啡带给我最多的感受就是我喝完之后 我会反胃 我不恶心 我会不想吃东西 它就自然会以致我的食欲 嗯 我我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健康啊 还行 我一般只要录节目还有包括拍戏啊 只要我有这个工作状态 我早上起来必须要喝杯咖啡 啊一定要喝就是喝完之后 我就觉得哦 可能我瘦了一点 会有这种感觉啊 然后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次那个什么 这次我618我会跳舞啊 618那个拼多多我会跳舞啊 哦 啊 啊 现场给你跳杂了啊 因为是现场直播 嗯 碰碰碰啊 超期待是吧 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嗯 他跳舞吗 就这样 嗯 就这样 嗯 特别厉害 有腹肌吗 就唱唱歌给给臂心撕了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唱唱歌在台上给臂心撕了 看 衣服来了 是这样吗 电视台就给你封杀了啊 哈哈 那是电视台 你不是你演唱会 你演唱会可以撕背心 但是你在电视台播个节目给衣服绑了 你疯了吗 那是 你演唱会你自己的环境你想怎么搞 那是你的设计环节 你上电视台录节目 把我给衣服拔了 啊 那就疯了啊 那是有那是有点疯了 那是 演唱会会撕会撕 60岁的时候给你撕 老 给你撕个 那叫不叫背鞋的 我给你撕个老头三 哈哈 让你看看什么叫这个劣质老头三啊 等着吧 等着咱们一块60岁看老头光芒了 60岁老汉 舞台上突然撕掉背鞋 体现了当代老年人的老当义壮 不服老的一种精神 行吧 我希望能到哪一天吧 嗯 嗯 嗯 脑 脑不正行 现在不行了 就一听到音乐就就就是律动 就是就律动起来 就什么都得摇 就花手 精神小五 对 � sol 天 抄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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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我吃完饭回来了 吃了 那天买了在机场买了两本书啊 然后这本你们刚才发出片看了 有朋友问说 那个歌 另一本是什么 另一本是这个 叫走出荒野 然后 我其实我是没看过 也没听说过 这本书说是连续126周盘踞纽约时报畅销榜 这个 罕见的横扫了17项年度图书大奖 版权售书40个国家 我 所以可想而知这本书多么的优秀 诶 这本书给我夹了一个东西 嗯 这什么玩意儿 一个推荐书的一个东西 对 是不是 这个 这个书正常都是有有那个塑料瓶的啊 但是我都给撕掉了 因为 因为我比如说 我偶然想拿出来装一下的话 连皮都没撕 那就很难立刻装 这样是撕掉之后装可能比较方便 比如在机场突然拿出一本书来 你坐在那 大家都在玩手机 但你不 你在看书 你看那个姿势就是那种 你看那个感觉啊 你就看那个感觉做不 不是就是就是有没有感觉啊 比如说看看看书 在机场 嗯 哦 就是很就可以很做索啊 行吧 啊 一口吐 也没有一口吐吧 就是那个 往树上肚残可还行 哎 你不要夹了一个 嗯 放在那边 就是时时刻刻评理箱里放两本书 什么时候看再说 欢迎我们草莓野兔啊 欢迎欢迎们 徐海雅 徐海乌雅苦作舟 嗯 下次再优敏啊 优敏鬼家也好开心的 嗯 加个书签啊 没有必要啊 就折下就好了 差不多啊 反正跟你们唠一会儿 我看看 我就 再跟你们唠 半个小时吧 然后 两会儿天我就 我就下了 正好是现在是播了一个小时 23分钟了 嗯 就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也可以说 咱们 咱们那个唠一会儿 差不多得了 嗯 嗯 但是剧组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我在这个剧组期间呢 他给我给了我好多假期什么的 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这次跟那个 跟他们剧组合作 我就非常非常开心 恒电大合照呢 我们恒电大合照在那个导演组那 回头我跟他们要 最近有新歌吗 我最近其实我有好多新歌 有好多好多歌录完还没发呢 就是都看剧 剧上了我就我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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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自己的歌我现在正在马呢 我已经说了好多歌了现在 我都都还没录啊 都还没没没没修改 不着急那歌一定是有的 我现在其实缺缺那种 嗯 就是那种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其实对音乐有迷茫了 嗯 我对音乐已经迷茫了 就是 也不能说迷茫吧 就是那种 就是已经已经不管了 我就不是不管了 就那种 就还是心里就一句话就干就完了啊 也别想什么火不火了 想太多没有任何意义 就干就完了啊 就出吧 我喜欢啥就出啥的 你就是这玩意就跟买链片一样 你得买啊 你才能是不是才能种嘛 所以就买呗 无所谓啊 因为现在火火的东西吧 我真的是 我因为我我我如果我听到当时听到这个这个歌我我我估计我 我不会去选择这首歌的感觉啊 最近特别火的是这么 D state 就是那种DJ那种的 东东东凹 我就是 我可能我不知道 请问我现在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以后这样我们出去啊 我不知道 就是我出去之后收歌收什么呢 你听这个歌 你觉得它特别的 就是特别那个的话 我就收 就是特别 接地戏的话 我就收 我以后发一批接地戏的歌 那种的 但其实并不是的 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 就是干就完了 出就好了 然后我喜欢的就出 然后有好的合作我就合作 有好的剧我就唱 就把它当作一个 当作一个压力来做 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作我喜欢的事来做 就干就完了 就这种感觉就行 我很喜欢 我就发 然后我有什么想法 我就发 就是 这种感觉 苦情歌啊 苦情歌 我的苦情歌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我要发一批快歌了 我开始收一些快歌 然后那种现场基本那种的 或者是演唱会上很嗨那种的 我要搞一批这样的东西 好演草莓野兔 然后我觉得是这种的 因为快歌太多 我慢歌已经够多了 我 因为我现在一上节目 人家当人走的 我说你想 你想唱什么 我发一对歌给他 说这歌太慢了 我们这个 晚会上要欢乐的 要蹦起来的 大家跟着一块热闹 买买买的 你这一弄好像就 太深情了 不太好 对 就需要一些 就是带动气氛的那种的 我觉得也对 我就所以开始弄一些 狠的歌 就是这种 不是狠的歌 就是这种 气氛点的歌 连蹦带跳那种 就是那种的 蹦蹦跳跳 像世界反方向走 气氛 那个歌是 有点小气氛 但是他那个气氛 不够浓烈 他是那种小气氛 就是小的那种气氛 让你觉得 可以跟他扭 扭一下那种 跟他走 就是带节目 需要是这种的 这种的 就是他和这种 这样扭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 就那种叫起来 那种的 两个概念 那一组就小 小气氛 不得气氛 没到位 而且 没事 反正我也 就是音乐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我心里 它是一个 我想要做的事 但他并不是我 并不是我就是 要靠他赚钱的一个 一个事情 我都不靠这个赚钱 我也不指望靠他赚钱 因为很多人 因为歌这个东西吧 就是 不知道 反正我不靠他赚钱 我就 用 就花钱去做他 去弄他 然后呢 我也不奢望说 他能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我是一定要 但是是我一定要做的事 我一定要好好做的事 这种的 所以我的歌 也从来就不收费 我也不会靠他去 靠他去赚个钱 或者是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 在我这 反正听我留意你的歌 基本就免费听 就这么回事 我也不会靠他去 卖个专辑 所以 那个我很 不会去 我不会去 黑胶什么时候出啊 很快乐 很快乐 不着急 因为现在没有出的 节骨眼 比如说 演唱会一开 然后有 那个氛围一来 就 然后 就是那种 可以 可以去 黑胶一下 就现在 正在做 正在设计 那个 里边所有的东西呢 定了好几版了 都没 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 在定版当中 就之前设计了一个 非常有设计感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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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胶 就一打开之后 你就 我的天哪 跟 圣诞贺卡一样 那种黑胶 然后做完之后 哇 圣诞贺卡 哇 但是好像 好像我看完之后 觉得 不知道啊 没那么舒服 那就做 简单吧 做简单的吧 就是简单吧 做完就觉得 我会不会觉得 朋友们觉得好像 没买到实柜 感觉好像很简 太简单了 就这东西不好弄 又不能low 又不能太简单 又不能太复杂 太复杂 就有点low 太简单了 我怕你们不觉得 不值这个钱 就是 透明其妙的 反正因为也不是卖包装 它卖的是那个 CD盘 所以 不知道 可能我 其实黑胶这东西吧 对于我来说 还没想好 没想好 我其实是想弄一个复古那种的 就是特别 特别 就是特别复古那种的 因为我看很多 因为我看到很多黑胶什么的 那种的都是 因为黑胶很少有人去听 很少有人去听 他们都是干嘛 就是要不放在线框里 要不定在墙上 要不闯在这个书架上 它是一个 其实它更多是一个装饰的意义 因为很少有人家里 有这个唱片机 它其实对你来说 是一个收 就是一个 也不能说收藏 我的黑胶达不到收藏级别 就是一个纪念 我觉得它对于你来说 就是一个纪念 它可能纪念了你的青春 纪念了你的一些经历 纪念了你脑袋想的一些事 和一些故事 我觉得它是一个纪念品 并不是说它是一个 就是它收藏的东西 你收藏的也不是那张CD 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 一个记忆 那是你的收藏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带给你的 可能是这个东西吧 对纪念品 就是它代表你的青春 或者是你 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一部分 我觉得它 像每个时期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就像 我觉得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看到这个箱子 你就能想到 这箱子怎么时候买的 我当时买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不是疯了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它其实 每一件东西 它有它的一个 它不仅是一样东西 它是一个故事和一个画面 包括音乐也是 音乐它不仅仅是音乐 它带给你的是感受 还有你那个时候的 那种 一个时代 就是我不知道 不好说 反正我每次对这些东西 都很那个 觉得很 很有意思啊 多去想一想 比如我看到这本书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它可能这是一本书 但是我就会想到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场景 买它的时候 我走进那个店里 然后有好多 最好最好 我看 我看摆在明面上的书 都是什么书呢 都是 教你如何快速适应互联网 网红的操作方式 直播带货的概念 总结 然后 马云为什么成功 都是这种东西 那莫名其妙的 我看到那些东西 完全不感任何兴趣 教你如何在职场 占领高度 都是这种的 我看到那种不感兴趣 我也喜欢这种 走出荒野 就是探险的 好像讲的这个 探险的感觉 就是它有一种体验感 我并不想知道 那些东西 需要怎么成功 你看这书 写着 献给布莱恩 林德斯特伦 以及我们的孩子 卡夫与Bobby 厉害厉害 我带你们一起 看看这本书 好不好 多无聊 作者想要说的话 是什么呢 这本书是我的 私人日记 为基础 整理而成的 在写作过程中 我查阅了 能够找到的 所有资料 像书中出现的 一些人物进行请教 尽可能通过回忆 将当时的情景原貌 再献给大家 本书的人物和事件 都是真实的 但为了保护人物隐私 我会对一些 暴露身份的细节 稍作了变动 并在不影响书的真实性 和故事主体的前提下 适当引致了 部分的人物和事件 哇 一看就是好像有这个 嗯 一看就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看那种悬疑那种的 就是本书讲了一个 在一个古旧 旧的医院里 发生的一些离奇案件 主人公小宁 在探索 探索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了扑朔迷离的真相 究竟 谁是背后的黑手 请看此书 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我觉得还是看柯南吧 也不是啊 因为有 这些书的 他能给你一些东西 能给你一些想法 像看柯南 只能给你一些逆向思维 我觉得他不同的东西 他能带给你不同的东西 逆向思维 是吧 我总在说这个逆向思维 很多皇后 对这个逆向思维有误解 我看到这个叫做东什么 这本书好像是 好像有点意思啊 不知道看看 我回头我要看的话 肯定要先看这本 那四本看完了吗 那四本书吧 就之前给你们看的那四本书 只看了六页 就困了 要不跟你们说了吗 坐飞机 我先看看书吧 看到 看到第四页的时候 看到两页的时候 已经困了 然后呢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坚持 我把这本书看完 我尽量多 能看一页试一点 然后看完两篇之后 看到四页的时候 我就开始冒汗了 就坚持不住了 就整个人就在那挺的 就是坚持 就开始出汗了 看到第六页实在困得不行 睡觉吧 这一页就睡着了 就很催眠 很棒 治疗我的失眠 同管 好吧 行 差不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下来跟你们聊会儿 我也一会儿 洗洗来 休息了 你面也早点休息 这两天我要有一个好状态 然后那个 现场直播 不能远离 再上镜觉得我丑 行吧 你面也早点休息 反正这两天 如果没事的话 就用手机给你播一播 回恒电的话 如果没事的话 就电脑播 行吧 拜拜 在这里也祝各位度过 一轻松快乐 美好的夜晚 这夜有你们真好 祝你们这夜会个愉快 咱们下次直播 不见不散 晚安各位 晚安各位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拜拜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